穆斯林齋戒月開始 穆爾西的支持者仍堅守在開羅兩個廣場集會 自從上個月初軍方推翻穆爾西之後 穆斯林兄弟會和支持者持續抗議 他們批評軍隊乾淨 又不承認軍方支持的臨時政府 雙方多次衝突已造成二百多人死亡 臨時總統曼蘇爾星期三發表說 只過去兩個星期努力滑船兩派和解 終告失敗 並指責穆斯林兄弟會應該為談判無法取得成果負責 臨時政府更加警告 對持續的暴力示威已經失去耐性 要求民眾結束集會 否則無可避免採取清場行動 回復社會的秩序 不過穆斯林兄弟會早前表明 不會撤離兩國廣場 美國和歐盟對埃及當局的聲明表示關注 並呼籲兩派繼續透過談判化解危機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胡可問報導 報道 YouTube 感谢观看